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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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挂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这个周末的上午 再次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祝你们一切安好 整个的气温迅速地回升 大家已经深刻地感受到 春天就在我们的身边了 刚刚经历过的极寒的天气 让我们的家园 让世外的植物受到了创伤 但是很多的植物 在这几天都已经看到欣欣向荣地发芽了 所以生命永远是值得我们期盼的 与此同时呢 在这儿也跟大家聊一聊 有关这个Texas State Park的一些话题 因为刚刚呢 可能这个有孩子的朋友和我一样 都是在这个星期非常的繁忙 因为这个礼拜是所有孩子们的春假 就是Supreme Break 所以呢这个当父母的我们都会在这个春假的时候 要照顾孩子非常的繁忙 我呢也刚刚带我的孩子们去了一趟 这个三个小时往南 休斯顿往南三个小时的Goose Island State Park 可以说啊 那是我的Favorite Top 3之一了 然后整个呢 大概你开三个小时往南 就是Fifty Nights一直往南 开到Victoria附近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叫做Rockport Beach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有个八个Mail就到了这个Goose Island State Park 这个地方可以说呢 是咱们德州好像第一个这个Blue View Beach 也就是说他能够得到这个称号 是因为他的水质是非常的干净 所以乍一看啊 在天气良好的时候 水是蓝色 袜蓝的和这个绿色的 虽然不能完全跟夏威夷相比 但是对我来讲 你要坐八个小时的飞机 而且那么贵的价格 去一趟夏威夷真的不容易 可是呢 开三个小时的车 对我来讲还是easy 就可以到了一个 甚至这个水质 我们就自我安慰一下吧 这个叫做我们德州的夏威夷去媲美 所以呢 跟孩子们在这正是度过了几天 天堂般的生活 然后我就觉得不管工作也好 或者是生活也好 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劳累也好啊 或者是压力也好 但是你就放风这么几天啊 在大海边看看那个碧海蓝天 然后闻着海水的味道 深深的吸一口气 你都会觉得立马身心放松了 然后你是如此的热爱这个美好的世界 看着孩子们开心的玩沙子 跑个坑 迅速的和周边的人就能够成为朋友 大家玩在一起 看着他们开心 你也会变得非常的开心 这可能是有孩子的一个好处 所以有人说带孩子非常劳累 其实呢 我觉得只要你跟孩子一起玩 而不是说看管他们 你也乐在其中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辛苦 反而对我来讲 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 好 话说回来 那么上一期节目呢 在这个周三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Texas State Park的一些情况 包括如何就要下载一个手机APP Texas State Park这个APP 下载了之后就是非常的容易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89个州立公园 然后每个公园的地址啊 情况啊 还有有没有淹水啊 Alert 所以这个如果英文好的话 这些都不是个问题 就很容易得到所有的你需要得到的信息 但是呢 遗憾的是很多华人 我们英文状况不太好 那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工作了 第一呢 可以在万能的Google上 你就打中文字去搜索 德州州立公园 然后呢 你就可以搜索到很多的Information 我们很多华人出去旅行 会发一些东西 你大概都可以看到 很多年前的博客呀 文章啊 然后你就可以在其中 可以读到中文 又可以看到图片 其实呢 我推荐大家 只要你的英文有一点基础 大概就是一个初中水平的那个样子 你就可以试一试啊 这个英文 其实呢 我们在美国生活 真的是离不开它 你要自力更生 虽然学很难 但是如果有兴趣加持 你就会发现这事不那么难 因为所有这一切 其实我也是经历过的 那么你下载一个 Texas State Park的App 手机App以后打开 里面的英文都是很简单的英文 真的 你就高中水平毕业的这个英文 已经足够可以看懂 看不懂的偶尔几个词 你就用这个Google Translate 一翻译就可以了 甚至可以把整段的文字 复制 粘贴到这个Google Translate上面 你就可以看明白 整个的翻译了 所以有人讲啊 世上无难事 只要有新人 其实这个事真没那么难 我们呢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其实一定要突破 这个语言的瓶颈 你才能够享受到 很多的便利 这个州立公园 就是这一方面 这个下载一个 Texas State Park的手机App 一个App上面 所有89个公园的信息 全部有 而且呢 比如说 下了一段时间雨 比如说这个公园 有一部分的地带 就被淹水了 那你打开这个手机App 找到这个公园 它有一个Alert 就有一个惊叹号的 那个地方 你如果要去这个公园 一定要看一看 它会告诉你 路 淹了 或者公园一半的地方 已经这个 关闭了 那你就知道 可能你钓鱼的 那个Pair正好在里面 你就去不了了 所以要决定 然后呢 最近有什么情况啊 都会在这个Alert上面有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 从去年开始 这个新冠病毒的肆虐 所以呢 去年周立公园 有一段时间关闭 后来呢 打开以后 也是限制人流数量 刚刚呢 在今年的 就是这个月 3月10号 刚刚百分之百的放开 所以现在去呢 是更容易 尽管如此的 跟以前去周立公园 拿着这个Pass 或者是到了门口 买票进去 不一样 你仍然需要去预定 因为它即使是百分之百的满员 它也还要去控制人数 就是万一人潮汹涌啊 大家突然都来的话 超过这个满员的限制 它还是会拒绝的 所以Whatever 你需要现在要预定 可能在过一段时间 等到整个疫情结束之后呢 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呢 就是随时开车到门口 可以买票 或者是你有这个年票 就是这个Pass的话 可以直接开车去 这个没有过夜的情况呢 是任何白天都可以去的 以前是这个样子 现在一定要预定 预定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打电话 这个所有Texas State Park的 这个总机电话 可以预定 所有的公园的Day Pass 就是你一天的门票 就是白天的门票 或者是过夜的这个Camping 就露营 总之呢 大家一定记得好 这个电话号码 这个总机啊 State Park的总机 512-389-8900 512-389-8900 这个号码 我会在节目末尾呢 再次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记住呢 可以准备一张纸和笔 等着节目末尾 我会再次告诉大家 另外呢 上网就是一样 Texas State Park的这个网络 或者是你下载了手机APP 可以在这个Texas State Park的 手机APP上面呢 可以预定所有的露营啊 门票啊 买年卡 就是一个APP 全部搞定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 这个下载这个APP 那对于这个 没有很多的这个 周历公园经验的朋友啊 我非常推荐大家 一开始 千万不要一口吃个胖子 没有经验就去露营 也会出很多的问题哦 那么 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 先白天去一下 任何一个周末 就是一个白天啊 这个在我们附近的这几个州立公园 你先要走一遍 你走过这几个州立公园之后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美国特别有意思 包括各个州也很好玩 它的这个州立公园是统一的管理方式 就是说你这几个公园玩转了 它当中的一些sign 就是它的一些标识 你就看得懂了 然后里面的设施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在我们休斯顿附近的几个州立公园 玩个转 或者是一两个公园 你经常去 你就会对州立公园的管理措施啊 他们的设施非常的熟悉 这样你下一次再去远一点的地方 你就会大概知道 你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就不会这种 由于我们没有经验 突然去个很远的州立公园 然后出现一些 这个非常的尴尬的状况 望这望那 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窘迫 为什么窘迫 我在下半段节目里 再跟大家聊聊 我的凄惨的第一次露营的经历啊 那么这个附近呢 大家就记得 如果你下载了这个 Texas State Park的这个APP 你就可以在整个的地图上 非常清晰的看到 整个的州立公园 在德州的分布 那么你会看到 休斯顿呢 就有几个小红点 这个位置会给你标示出来 那么由于我们住的位置啊 像唐城 我们就住着很多的华人 KT也很多的华人 还有很多人住在 China Town附近 那我就今天 先把附近的几个公园 大概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住在唐城的听众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离你们非常近的 这个Brasis Bend State Park 俗称叫做鳄鱼公园 它就在唐城呢 离这个我们的59号公路出口之后 再开一段时间就会到 那真的 我觉得住在唐城的朋友 很幸运啊 到这个中立公园 你大概开车 用不了30分钟 这个样子就可以到 那我从中国城这个位置 开过去大概一个小时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鳄鱼公园啊 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 如果你还没有什么 太多的州立公园去的话 我建议大家 一定可以要去这个公园 那么唐城的这个 Brasis Bend State Park 鳄鱼公园 一定要去看一下 鳄鱼公园里 当然有鳄鱼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鳄鱼 它是很喜欢生活在 这种有湿地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的 所以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很多 不一样的这个湿地的 这个自然的风景和面貌 这跟我们的城市生活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非常喜欢德州 非常喜欢生活在休斯顿 就是我觉得 我们既有大城市的繁华 又有呢 开车一个小时 就可以来到这些美好的 大自然的景观当中 不用开很远的路 你知道有的城市 哎呦 你这周车劳顿 你才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可是在我们休斯顿呢 真的开车一个小时 就可以截然不同的一个景观 out of the town 然后呢 没有高楼大厦 马上映入眼帘的 都是古树参天 自然的景观和动物 如果您还喜欢摄影 不会用这个专业摄像机 拿手机也一样 现在手机的像素都很好 只不过呢 远处的拍鸟 可能会费劲一些 当然这不妨碍你去看 我们平时看不到的鳄鱼 然后呢 还有很多珍稀的鸟类 这个树木的形状 也跟我们市区 都是完全不一样 它这种非常自然的面貌 和生长的方式 都可以让你大开眼界 很多人害怕鳄鱼啊 其实不用怕 你看数字就知道了 整个德州啊 一年被鳄鱼所伤害的事件 可能就一件到两件 这个样子 而鳄鱼公园呢 我也特意和这个公园的管理人员聊过 这个被人 这个鳄鱼被伤害了人的情况 真的是很少发生 过去几年都没有 那么偶尔发生过的都是 这个鳄鱼会咬了狗 也就是说你如果带着宠物 去鳄鱼公园的话 一定要看管好你的宠物 一定要带着这个绳索 不能让它乱跑 因为有的鳄鱼呢 天气好的时候太阳出来 它就爱晒太阳啊 它有的就爬在你 那个爬在那个路的trail旁边 第一次去的时候 你真的害怕哟 那么近没有栏杆啊 你就要从这个鳄鱼的嘴旁边 不远的这个trail经过 但是去过几次之后 你就不那么怕了 鳄鱼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凶啊 你不要招惹它 不要弄那个突然的怪叫啊 朝它扔石头啊 它不搭理你的 你就要离 当然它州立公园 还是有一些sign 就说一定要保持距离去观看它 不要太近 你看它好像在睡觉 瞇着一只眼睛啊 过去拿棍捅捅它干嘛 你这就是找死嘛 尤其有孩子的 像我们家小孩就是这样 我时刻看管他们 远远的看着 那当然有时候 你看它鳄鱼眼睛 闭着在睡觉呢 可能你必须要从它旁边经过 因为它有时候趴在那个trail 就那个hiking的路上很近啊 所以实际上也很难保持 它州立公园要求的多少尺的位置 当然 其实你迅速的走过就好了 你要看鳄鱼没问题 在它脚边不要太近 你还是稍微离一点的距离 然后呢 你再观看它 如果它的眼睛是闭着的话呢 你稍微这个远一点 不用太远 看着它也问题不大 但如果你看着鳄鱼眼睛睁着的 这个头时不长 还抬一下 动一下尾巴 你千万不要离它太近 因为呢 有的时候 这个鳄鱼妈妈产卵的季节 它会格外的警惕 保护它的鳄鱼蛋啊 它如果觉得它的孩子受到侵犯 鳄鱼妈妈是最凶猛的 它会 唯一会为这个原因 会攻击这个其他的动物和人类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 这个离鳄鱼还是远一点 尤其呢 没有什么经验 你看它醒着的时候更要离得更远 鳄鱼你别看它身材庞大 它真跑起来呢 速度很快啊 在野外啊 那个你觉得你跑得快 鳄鱼追不上你 那可不一定 这鳄鱼 这个身材庞大 但它在那个泥巴水地里跑起来 如果追猎物的时候 你会看到也是很迅速的 而且它突然的这个迅速的一扑啊 这个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 有空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在网上搜搜视频 我相信呢 看过之后 你大概就没有想法 要离它太近与它共舞了 好的 那么这就是唐城的这个鳄鱼公园 叫Brazos Bend State Park 有空呢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而且这一家鳄鱼公园 还有一个非常special的东西 就是一个天文的一个观像馆 它有一个特别棒的 能够看星星 看月亮 看太空的 这个高倍的这个太空望远镜 在一个单独的设施里 当然那个是要在那待到很晚 夜间天黑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所以这也是鳄鱼公园 和其他的这个State Park 不一样的地方 家里有孩子 或者是这个我们喜欢观星象的 或者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 不要错过唐城的鳄鱼公园 好的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春光明媚呀 是时候要出去透透气啦 刚刚度过的严寒 也让我们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 这个恐怖的一段时间呢 是时候让我们放松身心了 到野外去走一走 看一看树上的发芽 嫩绿的这个小草 听听虫鸣鸟叫 而且呢 只要开车一个多小时 你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 不一样的环境 极高的护养离子 在这个森林里面去hiking 你都会觉得身心愉悦 而且有各种数据表明啊 这个经常在树林里hiking 就是走路的人呢 你所得到的健康的benefit 会要比你在市区里高很多很多 很奇怪啊 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活在大自然当中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 这个大自然的人 喜欢看开着的鲜花 非常喜欢这个青山碧水 喜欢看各种鸟 喜欢鱼 喜欢各种户外的运动 所以我会在这个户外当中 真正的感受到身心灵的愉悦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喜欢户外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都可以去培养自己的这个兴趣 真的会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生命 都是大有必义啊 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 给大家介绍了幸运的 唐城的朋友们 很近的鳄鱼公园 那么住在KT的朋友们呢 也有一个很近的state park 离你们非常的近 这一家公园的名字 叫做Steven F. Austin 你如果下载了 Texas State Park的APP 很容易就搜索得到 那么从KT往西 就是过了这个KT 就我们居住的这个区域往西 开不了多远 大概20分钟 从KT去那用不了 也就是20分钟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从市区开过去 还有一段路程 所以这个KT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这个公园 这个state park呢 没有像鳄鱼公园 那么大那么美 鳄鱼公园有很多的水啊 还有这个天文观像馆啊 那么KT的这个state park 是比较一个原始的状态 那它适合露营啊 hiking啊 biking 旁边有一条小河 但是这个fishing 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成熟 因为它没有这个周立公园里的 那个钓鱼的战桥 所以呢 要野钓的那种方式 如果你经验不是很多呢 我也不建议 但是Steven F. Austin 有它不同的这个风格 就是它的树木和其他的公园也不太一样 而且这种原始的状态呢 其实也很适合在那儿露营啊 或者是这个在那儿烧烤啊 还有个玩沙子的地方 小孩也可以在那儿玩一玩沙子 总之呢 在这个树林里你都会觉得还是非常的舒适 hiking和biking是非常的这个建议大家的 然后呢 这个关键是近啊 有时候你知道人就会懒 或者是说因为时间有限 一想着这开车俩小时单程 你这个事情就很大处啊 或者是说去的机会不会那么多了 但是这个近 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所以在KT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个Steven F. Austin 如果你有耐心静静的坐一坐 可以看到鹿啊 这个deer也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啊 这个周立公园的这个好处呢 可以看各种的野生动物 然后呢 在这个KT呢 大家可以去这一个地方 那北面 住在北面啊 这个北面的朋友 非常的幸运啊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坐飞机回来 从北边的布什机场降落 你就会经历过一大片的公园 就是一大片的森林 底下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啊 所以住在Woodland这边的朋友 我对你们表示说 我对你们很羡慕很羡慕 住在Woodland 你可以去北面呢 有好多个公园 除了这个 这个不是周立公园以外 也有这个 这个Houston的这个公园在那 然后紧挨着的周立公园 就有著名的Hunswell State Park 和Lake Livingston Lake Livingston 还要稍微远一点 但是Hunswell 就离这个Woodland这边 是很近的了 这个呢 也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去露营的周立公园之一 Hunswell呢 这个它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 然后这个Hiking Trail 就是这个走路的这个步道呢 是有沿着湖的这个 这个一条步径 然后有好多条道路 还有的是穿过大片的森林 而且这个路径可以长达 好多个Mail 也就是说它非常的大 所以呢 这个Hunswell 如果你去Hiking 一定要记得拿着它的 这个Hiking的Map 或者是你确保你的手机 要有电 能够看到这个地图 不然的话 迷路的话 这里边的森林是非常大 而且到处看着都是很相似 我曾经在这 有一次走错了路 迷路了 但是好在手机Map呢 可以看到路径 又从另外一条路呢 辗转 绕了一大圈回来了 总之呢 这个Hunswell 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而且 现在我再去check一下 平时呢 就是飞疫情期间 它还有租船的地方 那个租船呢 除了有那种 皮滑艇 担任的那个Kiak 以外 还有这个Pedal Boat 就是两个人 拿脚灯的这个脚踏船 哒哒哒哒哒一灯 带着孩子 非常好玩 又是一个健身啊 然后你又可以 溜到湖中间去钓个鱼啊 还可以看看不同的风景 吹吹风 而且在那个 你上船之前 它都有一个房间里啊 会给你所有的safe 就是这个救生衣穿上 大人小孩 不同size全都有 然后呢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租一个船 一个小时也不贵 好像是16块钱左右 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 你就可以玩得尽兴了 所以这个Hunsville 是在我们北面的 一个非常美的公园 非常大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去的话呢 记得到门口 要拿它的map 拿它的地图 它有两张地图 一张呢 是它的一个 original的地图 这个东西有时候 也很讨厌 我第一次去 它就给我一张地图 我以为就这一张地图 所以我就一直 没有找到 它那个hiking trail 就说 这地图上怎么没有 当时又没有问呢 可是呢 当然第一次去 第二次去 我们就在 没有hiking trail 也玩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可以租船 然后呢 由于是day pass 是你待半天 就要回去的 孩子们有playground的呀 可以玩滑梯呀 秋千 然后呢 已经玩得不亦乐乎了 也没空去hiking 但是你不知道 也是就是一个缺失嘛 所以记得呢 去Hanswell 一定要管它 要两张地图 一张是它的一个 露营的这个简单的地图 一张呢 是这个hiking trail的map hiking trail map 就是走路步道的地图 如果它没给你呢 其实后来我发现 它那个门的侧面啊 那些放那个 那个阅读的东西的地方 就有 你可以自己拿的 所以呢 那一定要记得 在门口 要去拿这个东西 另外Hanswell呢 除了有一个小卖部 可以卖各种 钓鱼的worm 就是那个 那个worm 就是叫蚯蚓 对 你淡水里面 钓鱼用的蚯蚓 大多数时候 它是有的 有时候会卖完 然后还有冰激凌啊 孩子卖吃的 各种小食品啊 你要是肚子饿了 喝的 吃的 简单的食物都有 另外呢 后面就是这个小卖部 后面就是租船的地方 很方便 同时呢 在这个入口处啊 你买门票的地方 它侧面有个小木头房子 里面是装满了 那个firewood 就是说 你如果在那 camping过夜 想搭一个篝火的话 你发现没带木头 或者是你忘带了木头 你就可以在那买 实际上我发现了 我每次自己带的木头啊 从超市买的 竟然比这里还贵啊 这里是 多少钱 我忘了 是一块钱 是多少磕 然后呢 你在这个屋里面 交完钱之后 推一个小三角轮的 那个车子 就去屋里自己拿 都没有人看着 你按 实际上 就是让自觉啊 拿 拿这个木头呢 要比超市买还便宜 然后你可以买一些 这个firewood 就可以晚上 camping的时候 把这个 篝火点起来 哎呀 这个围着篝火 真的是 非常 特别的一个感受 闻着这个木头烧的 这个香味 然后 你又可以感受到 篝火的温暖 还可以在上面 架个东西 烤一烤肉啊 烤一烤东西 总之呢 孩子们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所以这个firewood 是可以在 Hanswell的门口买到的 你这样 也不用一路上 就是舟车劳顿啊 又要去超市买 还要去 放在车里 背着了 所以呢 这个是Hanswell State Park 北面呢 再往远一点 就有著名的 这个 Lake Livingston State Park 这个Livingston 这个Lake很大 你从北边 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你都会在飞机上 看到一大片的壁水啊 哦 像镜子一样 我真的羡慕 居住在那儿的人 如果 退休了 有钱有时间 很想在湖边和海边呢 就买个度假屋 不能买 其实我非常建议 大家租那种 Airbnb去住 那个费用 比你养个房子 交税要便宜 而且可以经常换地方 我刚刚去的 Goose Island那边 我就在 这个Airbnb上面 租了一个 海边的这个小房子 很便宜 然后里边 非常的温馨的布置 还可以经常换地方 然后你一旦 找到喜欢的房子 你可以经常预定 这个房子 所以呢 这个Lake Livingston的 这个水面 是非常漂亮 那水大的地方呢 就是非常适合 钓鱼了 那这个Lake Livingston的 Hiking Trail 没有像Hunsville 那么长 那么多的选择 它的Hiking Trail 也是沿着湖 但是经常会 由于下雨过后呀 就一半的路 就被淹了以后 它就 Shut down 前面弄个 这个拦着的 这个黄线 就不能过去了 所以它的这个 Hiking Trail 有时候就没有 Design看上去的 那么长 走着走着呢 大概就要到了 这个尽头了 所以这是缺点 那喜欢钓鱼 或者是这个 会划船 有船的朋友 非常推荐去这个 Lake Livingston State Park 好的朋友们 由于时间的原因啊 这个时间真是太快了 还有太多的内容 没有跟大家分享完 那我们会在 以后的节目里 明明继续 跟你分享这些内容 想要得到 更多有关 这方面的讯息 欢迎关注我的 个人微信公众号 搜索明明信箱 我希望在这里 给大家更多的 这个干货的内容 好的朋友们 记得呢 所有的State Park 打电话预定的 总机号码是 512-389-8900 512-389-8900 好的听众朋友们 再次祝愿 你都有一个 美好的健康的春日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